欢迎订阅词曲 李宗盛 儿歌 哈喉两珍 哈喉白血 如生涼意 相助归宣 在主面前 情心不意 如生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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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意 如生涼意 知情 生涼意 如生涼意 如生涼意 高高良辰 何德欢喜 使我离开 祖父分云 使恩作弦 与主亲近 将我心事相处俗成 为方心中 痛苦又重 我灵大中 万未解救 我离世坛 万若未闻 借一留词 祷告良辰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唱第二段 祝福 祷告良辰 飘陀 可恩 万禁 如舍两意 将主飞升 在主面前 尽心鼓励 主安真意 心事随敌 尊重灭灭 尽求主面 心逐远云 靠足无闻 一千万云 全角作主 一千万云 靠岗亮尘 我非常地付感谢赞美你 我感谢你创造了天地 也创造了人类 当你创造世界一切的时候 你说 你看所造的都甚好 那魔鬼撒旦 他不愿意这个世界一直好战 他引诱人犯罪 人听了魔鬼的话 堕落犯罪 罪就成了人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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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就成了人性 罪就成了人的罪就成了人 罪就成了人命 感谢主神爱世人 绝书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 祂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借着祂的带死 世人相信祂 接受祂救恩的人就不用死 我感谢你今天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也求祢随听我们出生跟不出生的祷告 当当我们的软弱 医治我们的疾病 所以我们这时候特别把尹姨姐妹叫她去手中 她不舒服 求你医治 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今天有软弱的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疼痛和疾病 求你个医治 主啊 我们这时候也为着我们当中有需要的 不管是经济上的需要 住房的需要 身份的需要 主啊 求你都按着你的怜悯来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也求你让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接受救恩 悔改认罪 让主做我们一生的主宰 求你让我们听道 信道 也行道 让我们去听你的话 去相信你的话 我们这时候祭奠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 这样祷告说 我们这时候祭奠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 这样祷告说 我们毕竟用这一时祭奠主祝 信道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不够我们明明的明灾 不叫我们一件事态 救我们独立凶子 因为 我都全力 无法全心力 迟到我们一儿 阿们 大家请坐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上一次我们讲到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迹象 比如说打仗和打仗的风生 大家有没有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生 然后多处有激荒地震 还有危机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祖国就快要来了 祖国就快要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师母就是有一天 这个礼拜天跟主日学的小孩 讲了彼得后书三章 结果呢 他家说是主要来的 然后师母就问那些小孩子 那你要做什么呢 然后师母就问那些小孩子 这些小孩子就没有意义嘛 因为如果神来的时候 那我们不知道今天你觉得主要来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还不确认 你们知道神来的时候 什么要做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大档 我们要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看不见 我们就像广东话讲 蒙茶茶 这个看得见非常的重要 首先呢 彼得告诉我们 要看见什么 我们一起读 看见 时间的意义 彼得怎么说 我们一起点念 亲爱的弟兄 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所以彼得说 But beloved do not forget this one thing That with the Lord One day is a thousand years And a thousand years is a day OK 主是看一日 所以主是多少年 千年 天年呢 日日 And the Lord looks at one day as a thousand years and a thousand years as a day 我们经常讲说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So we constantly say that Our heart must be with the Lord 就是我们的心 必须跟主的心一样 In other words Our heart has to be similar with the Lord 那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光 跟主也必须是一样 And here it also tells us Our perception has to be similar to the Lord 神创造天地也创造了时间 神创造天地也创造了时间 神创造了时间 你们相不相信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created time 神怎么创造时间呢 How did he create time 创世纪大家念过吧 Have you read Genesis 念过没有 神有没有说 有晚上 有早上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一天 So God created the morning The night and the day And this is one day The first day Ok 第一天就是 是不是时间 早上 晚上 是不是时间 所以时间是神所创造的 神有没有把时间赐给我们 有没有 有些人都说没有 神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的一天是24小时 遗传到的一天是多少 25小时 每个人神非常不公平 那神赐给我们时间干嘛 特别在末世的时候 把时间给我们 我听很多上了年纪的姐妹 经常这样说 我爸的晚上都是建筑啊 我有一个亲戚 他每天早上 他那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 他每天早上的祷告都是一样的 有人就要听听 到了这个年纪 你的祷告是什么样的 你祷告什么 结果呢 他每天早上就在那里 大家都没醒过来 他就在那里祷告 而且祷告是不仅口 而且手也是 动作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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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双手 分开她 主啊 把我快快接去吧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主啊 不要再给我时间 但是主今天呢 给我们 给世上的每一个人 还有很多时间 有一些人多 有些人少 那神给我们时间 有什么目的呢 所以我们读一下 不愿有一人成文 哪一个人很悔改 所以神给我们时间 有三个目的 给我们看 第一是什么 使罪人悔改 因为不悔改 没有时间的时候 他们会去哪里 就是去火候 去地义 因为有些人以为说 我的时间还有很多 我们长导的 有一个姐妹 叫做Emily 你们认识Emily吗 她是一个医生 就是那个心理方面的医生 OK 我的理解呢 可能长老对她更理解 但是她认识了 另外一个人 她是医生 这个医生呢 是来自于 我们祖国的上海 这个医生呢 这个女医生呢 特别的能干 她也非常努力 所以她把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她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呢 她说为我退休的时候 做准备 她做得很快了 就是因为她想要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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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了 她 过几天以后就要退休了 所以在几天之后 她是要退休了 她在做工的时候 所有的成绩 所有的积累 在她退休的时候 就可以慢慢享受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 是不是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欲望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也是很正常的欲望 那一天 她做工回家 那天 她工作 然后她去家 就在一个交叉路口上 一辆车莫名其妙 就把她的车撞了一下 结果呢 她的车 整个车就翻了 她怎么样呢 她死了 她死了 你说 她有没有预备 没有 她有没有想到她会死 没有 她有没有想到她已经没有时间了 没有 但其实呢 她在活的时候呢 有人跟她传婚 那每次呢 有人请她去教会 她说 我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 等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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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她不知道她的时间有多少 所以今天在这里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也是有跟她同样的思想 或类似的思想 不是我在这里 这个 讲这个 不好的事情 这是实实在在 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抓住的 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 要在现在 考虑你这个永生的问题 抓住机会 悔改认罪接受主 第一句话 是给那些没有信属的人 第一句话 是给那些没有信属的人 第二句话 是对谁说的 对我们说的 第二句话 是给我们 我们一起读 是使信徒成善 第二句话 是信徒成善 信徒成善 什么叫成善呢 谁能够告诉我 什么叫成善呢 你们知道吗 什么成善呢 如果要讲的话 我起码可以讲一年 我可以用一年的时间 去解释给你们 什么是信徒成善 当然我今天 就很简单的 跟大家讲 所以今天 我会给你们 看看我这样讲 你是不是成善 圣经是 圣经是不应 把主耶稣的一生 像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他的品格怎么样 他的为人 他的做事怎么样 神要我们像他的儿子 就是主耶稣基督 你愿不愿意像主耶稣基督 你愿不愿意像主耶稣基督 愿不愿意像主耶稣基督 愿不愿意 那像主耶稣 那又怎么样 像主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 知道吗 知道 像主会带来什么 我们又回到创世纪 神造人的时候 照着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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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样式来照人 然后呢 如果我们像主耶稣以后呢 他就会使我们 管理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肘瘦 和海里的鱼 如果我们像主耶稣 就是这样 我们能够代表神 来管理这个大地 如果呢 你所管的地呢 是美国呢 那你就是美国总统 从这里呢 我们世上呢 这个人要成为美国总统 是大家投票 让他起来了 但是这个投票呢 其实也是不准确的 我们知道这个权柄 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权柄 是从神而来的 你要代表神 来管理这个世界 第一个条件 你要代表神 你必须像神 是不是 像神是不是样貌 跟神一样 你样子一样 但是很多人跟父亲一样 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像神是生命像神 你必须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助 让神儿子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 然后呢 你要活出神儿子的样子 今天神给每一个信徒 同样的世界 唯一的目的就是 让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祂儿子神 绝书是神的长子 但是祂不一直有一个长子 祂只有种子 祂ăăăă şu 祂不想只看着一把 祂儿子 祂ちゃん 祂为神的实 Our people 祂照着 k machen 祂著喑绩 祂里层子 祂们做过饼干吗 它怎么跟腹骨一样呢 怎么能变得这么一样呢 那一团 面团拿来的时候 当你拿铺子 你就塞进这个磨 你把它塞进锅子 你要做两个工作 你必须做两个东西 一个是增加 一个是减少 如果这个磨那个地方 没有这个面团的 你就把它增加 让有这个面团 多余的 你就会把它什么 拿掉 在我们身上 成圣的过程 神就在做加跟减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 神就在做加跟减 让我们增加的是 向主的那一部分 让我们除去的 那是不向主的那一部分 所以在基督徒的时间里头 神在我们身上就做这两件事情 最终就是要让我们像祂儿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头 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什么 是神的荣耀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 很多人 我说我要光中 什么呀 要主 什么 祂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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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 得救 成圣 荣耀人 这三样就是神赐以人时间的最大的 所以第一个目的是 是安全的 第二个目的是 祂儿子 第三个目的是 祂儿子 这三个目的是 神赐以人的时间 当时间之主向祂追逃的时候 祂教会是战狼 必将追悔莫及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没有关系这三个目的是 那么 时间给予祂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当他遇见神 当他需要资议 当他需要资议 他会真的忽略 我们现在在这一页里头 第一点 我们要看见什么 时间的意义 第二我们要看见什么 世界的真相 基督徒来自哪里 来自世界 又被拆往世界 我们在世界中 但是我们属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有清楚的认识 否则我们就会 迷失在这个世界上 否则我们就会 迷失在这个世界上 否则我们就会 迷失在这个世界上 我当时学英文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你要学英文啊 很容易 先学会骂人 最骂人 骂的最严重的话 严重是什么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stupid stupid 知道吧 知道 ok stupid 他不是 一点 一点是什么 白痴也不是 罵人最厉害的 大家记住 就是loser loser 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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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 叫做迷失的人 another meaning of being a loser is that you are lost you are lost ok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你就会迷失在这个世界里 if you do not know the true facet of this world then you will be lost in the world ok 我们接着看 next 你如果看不到世界的结局 if you do not se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world 你以为这个世界呢 会一直的永远的存留下去 if you think that this world will continue eternally 那你就错了 then you're wrong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六到七节是怎么说的 and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2 Peter chapter 3 verses 6 to 7 我们一起读 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您的爱命存留 直到那不经先知人受审判 在那遭成的日子用火灵状 by which the world that then existed perish been flooded with water but the heavens and earth which are now preserved by the same world are reserved for fire until the day of judgment and pernition for ungodenment 你们看得懂这个环体字吗 看得不太懂 但是看懂 我让你们回想一下这个环体字 灾难的灾是怎么写的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水 下面是什么 所以 世界灾难的灾难 在中国的文章上有水和灾难的灾难的 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吗 神审判这个世界 祂用洪水淹没了这个世界 消灭了这个地 审判了这个地 用水 然后呢 还有一次要来的 不是现在 他是用什么 用火 你中文那些汉字好好看 里面有很多很多 跟圣经有关的细节 所以如果你们看这些文章 很仔细地看 这些文章很关系 请把电话关起来好不好 OK 我们一起读 公义的神 无谓也不虚觉 祂如何在挪亚时代要蒙水灭世 也必照应到一时的末了 用火灾跟烧火之夜 但主的人主要向贼来的 那日天地大又想针对自己 有行之的都要被灭火的笑话 地和居上的路都要烧尽 所以 verse 10 But the day of the Lord will come as a thief in the night in which the heavens will pass away with a great noise and the elements will melt with fervent heat both the earth and the works that are in will be burned up So whatever God did in the past God will do so in the future with fire 有一些人我不信 我没看到 some people say because I have not seen I do not believe 你看到了 你还活着吗 If you have seen it Would you be still alive 里面告诉我们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的吗 So it tells us that every elements of this earth will be burned up 那人家就有一句话 有个问题问 那基督徒在哪里呢 Then people ask them Where are the Christians 圣经告诉我们 在这些灾 这个第二次的准办毁灭来之前 神要使基督徒被提 提到空中 In the script it says Before the judgment comes The Christians will be raptured will be taken up into the air 我认识的一个 这个在纽约交响乐团 拉中提琴的人 I know somebody who play the viola play the viola In New York Symphony Orchestra 他就跟我讲 他每天每个晚上都做一个同样的梦 He said that every night He has the same dream 这个在这个梦中呢 就是这个世界被火被神 就是被毁灭了 The dream says that that this world is being burned up by fire 然后他就非常的害怕 And so he is very afraid 所以每次梦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被惊醒 And he was awakened Whenever he has this dream 哎呀他每次流了一身汗 嚇得流了一身汗 And he was so afraid that he sweat He perspires 然后你看每天晚上这样 都被恶梦的精神 可不可怕 Don't you think he is fearful That every night you are awakened by such a nightmare 后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 And then he started to pray 祷告了之后 我问一下 这个梦还会不会做 Then after prayer Does the dream still come? 会不会 Oh 这个你弟兄说不会 有些人说不会 OK 究竟会不会 你们就听我说 是吧 他说第二天晚上 他祷告后 第二天晚上 同样的梦又出现了 And he said that After prayer the next night the same dream comes 结果呢 他正在害怕的时候 But in his state of fear 他突然间说 我为什么害怕 He suddenly told himself Why should I fear? 因为我不在这个火当中被烧 我是在上面看着这个火 Because I'm not in the fire I was looking down at the fire 我是在看那些不幸的魔鬼被火烧 我是在天上看的 I was in heaven looking down at the earth The devil being burnt 我为什么害怕 So why should I be fearful? 结果他马上这个害怕被挪去 And then very quickly this fear was gone 他再也不再做这样的恶梦 And from then on He doesn't have this nightmare 所以我们当听到这些灾难的时候 你害怕吗 So when you hear about all these disasters Are you afraid? 如果这些灾难 你是在这个灾难当中 被魂烧 被惩罚 那你感染又害怕 If you are in this tribulation That you're being burnt That you're in the midst of it Then you should be afraid 你们是在空中 还是在下面跟人家一起烧 Are you in heaven Or are you being burnt together with the rest 所以我们又不用害怕 So do we have to be fearful? No OK 然后我们要看到什么? 世界的短章 Then the next point is that we have to see We have to see the shortness The brevity of this world 上面说我们要看到世界的结局 第二点我们要看到世界的短章 So the previous point we talked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arth And here we talk about the brevity of the earth 接着看 Next OK 然后我们要看到什么? 世界的本质 The nature And we also like to see the nature of this earth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就是总的来讲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还是罪恶的 Is this world good Is this world good Or is it evil? 蛤? 是充满罪恶的 It's full of sin 如果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 神不会毁灭这个世界 If this world is good Then God will not destroy the world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It's because this world is full of evil OK 那既然是罪恶是无畏的 那我们是要不要爱这个世界 If this world is ungodly Then do we love this world? 也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爱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无畏 要不要 Do we want to sing Do we want to love All this filthiness of sin in this world OK 我们一起来看 约翰怎么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不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留在他里面 So this is what John says Do not love the world nor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If any man loves this world The love of the father is not in him 这个世界不是讲物质的世界 而是讲精神的世界 精神的世界已经被魔鬼给污染了 This world is not about the things But it's about the finance The money which is already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devil OK 我们下面看看 Next 第四 我们要看什么 整世界真正的主张 We also have to see who is the true lord of this earth OK 我们看 诗篇四十七篇八到九节我们基督 神做王治理万国 神做在神他的圣宝座上 列邦的君王进去 叫做亚伯拉丁之神的命 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于人了 他对主张 最终我们的神会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 他会做亡王之王 亡主之主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看见是看见什么 人生的价值 And the next point is that we see the value of life 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人生呢 So what kind of life has value 我们读这个白色的 有价值的人生是为神而活的人生 A lifestyle that lives for God has values 我们一起读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的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过活过死 总是主的人 所以他说 Nobody lives for themselves And nobody dies for themselves If we live or if we die If we live we live for the Lord If we die we die for the Lord Therefore whether we live or die We belong to God Ok 下一个 Next 然后 然后 尤家族的人生是怎么样 是与神相较的人生 And so a life with value is one that communes with God 尤家族的人生是自立于追求圣洁的人生 And the life of value is to the one that pursues holiness So because of time I cannot go into detail But do you think that what I've written over here has values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再次看到这些东西呢 So when can you once again see all this 蛤 不知道 我们的李弟兄花了很多时间 就把这些材料放在我们教会的网上 And our brother Jack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put all these into our church website 你还没有来聚会的时候 他已经放在那里好几天了 So before you even come into the service He has already put it there a few days before 这些呢就是有便于大家 如果你忘记了你可以去那里看 或者明年你想看的时候还可以看 All these are in preparation of that That when you forget You can go back again to look at it Or that in future You can go back and take a look 你知道要准备这些东西呢 我需不需要花时间 I have to spend a lot of time preparing all these 我们所有的传导人都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这些 And all our preachers spent a lot of time preparing all these too 但是很可惜的时候 我们在讲的时候 有一些人根本不在听 他忙得不得了 指头瞒了不得了 It's such a pity that when we are preaching That some people are so busy with their fingers 你知道这些话如果说 就是跟电影或者心灵鸡汤跟你讲的话 听一句少听一句无关紧要 那我们可以不讲 但是这些呢 你说紧要吗 非常紧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在听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认真 接着我们看 还有一个什么 用防备 And so we have to 防备 be on God 我们防备什么 防备假师父 So we have to beware of false prophet OK 我们来看 低要紧的 OK 不是我讲要紧的 是那个使徒讲要紧的 所以他们也会来 And they will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ust OK 我这样讲啊 可能有点抽象 你如果有病的话 你愿意不愿意去找一个 一个假医生 If you have a sickness Do you want to find a false doctor? 那个医生从来没有学过医 然后呢 他挂了一个牌 是某某医学博士 你愿意去看这样的人吗 He has no medical experience But he has a sign that says he is a doctor Would you go to see him? 最怕就是 你不会 就说不会 但是你不会 说假装是会 这个是注意危险的 If you do not know You say you do not know But if you do not know And you pretend that you know This is very dangerous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 就跟人家看病 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个医生 是真的医生 还是假的医生 As Christians It's just like going to the doctor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know Whether this doctor Is a real one Or a pseudo one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有一个质认 自己要去分辨 As Christian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now how to disciple To know how to see the differenc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为什么假师父很危险呢 因为假师父传什么 假道理 Why do you say that false prophets ar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they give you the false doctrines 也就是说 假医生 给你假药 Just like a pseudo doctor will give you wrong medication 人家说假药 假药 没关系啊 我吃了 反正不会死 You may think that Well the wrong medication would not cause me to die 假药会不会死人啊 有时候死的人还不少 Many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wrong medication 他本来有病要去看 结果他给你老鼠药 你怕不怕 You wait to the doctor to see him and he gave you the junk medication OK po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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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药 it give you poison OK 那 假师父 我们如何变严呢 这里有一个天下 假师父的特点就是什么 不认耶稣 还有一个什么 曲解圣经 So as a false You can tell it is a false for the false prophet for the teachers by knowing that they do not acknowledge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y misguided you with the scriptures 你们有听过东方场电吗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East Lightning East Lightning East Lightning 那东方场电他错在什么地方呢 So where did they go wrong 他们有没有认耶稣啊 Did they acknowledge the Lord Jesus Christ 他们不是 他说 这耶稣过去了 现在 这个耶稣是 过去是男的 现在是你的 He says in the past Jesus was a male But now Jesus is a female 圣经里我们讲说 在末世的时候 这个耶稣是你的 没有 所以他说 不认耶稣 这样你要不要去信他 If they do not acknowledge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n should we believe them OK 再一个什么 歪曲圣经 And then the next point is that is the wrong doctrine 他们也是跟你查清 但是他做歪曲圣经 Yeah they study the scriptures But they do it They study in the wrong way 像魔鬼 当时是怎么样跟夏娃说的 Just like the devil What did he tell Eve at that time 神说你吃了这个分别树 上了树的果子 吃了那日 就要说 必定死 That on the day you eat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You will die 但是呢 这些魔鬼跟夏娃怎么讲 But what did the devil tell Eve 不一定死 Is it not necessarily you die Is this a twisted doctrine OK 所以所有歪曲圣经的话 这都是假师父 All these twisted doctrines comes from the false teachers OK 接着我们看 Next 而且这些人品格败坏生活迷难 And that all these false teachers They have a very bad character And their life is demoralized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魔门教 有没有听过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moment 有很多男的很喜欢魔门教 And a lot of men likes to be in the moment group 为什么啊 因为可以娶很多老婆 Because you can marry many wives You can have many wives 圣经里头有没有讲 当时神造亚当的时候 给亚当多少个老婆 Eve In the scripture When God created Adam God only gave him one wife 这个看到老婆叫做 Eve Her name is Eve 那现在呢 有些人呢 就说 Eve也可以 Steve也可以 But now people say Well you can have Eve You can have Steve Steve是男的和你的 Steve is a guy OK 亚当男的还是你的 And Adam is also a guy 那你可以跟Eve结婚 也可以跟Steve结婚 So if you can marry Eve Which is a female And Steve Which is a male 这些呢 就是在品格上 在生活上 完全不按照圣经 And this is where In character And in your way of life It's not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还要防备肉体的生活形态 And also you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style of your living in the flesh 圣经里头讲说 我们意思说 我们就知之后 因为明天也要死了 So it says here That's a eat and be married Eat and drink and be married How tomorrow will die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Have you heard about this 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is 你自己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太多了 Many times 你要知道 这个话 是圣经所定罪的 So this you have to remember These are the words that God judged them on 这是属肉体的生活形态的重语 These are the last flesh of your life So when God placed judgment on the people during Noah's time Let's see what God did Ok 我们一起读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 又请又假 接着看 下一页 又更重又建造 到罗得初所都马达家日 就用火和牛网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都建议 对他们来 As it was in the day of Noah So it will be also in the days of the Son of Man They ate, they drank, they married wives They were given in marriage Until the day that Noah entered the ark And the flood came and destroyed them all Likewise as it was also in the days of Lot They ate, they drank, they bought, they sowed, they planted, they built But on the day that Lot went out of Sodom It rained fire and brimstone from heaven And destroyed them all Even so will it be in the day when the Son of Man is revealed Ok 我们吃可以吗 Can we eat 可以吗 可以 这里讲都是正常的 但是圣经里头在传道书里头说 你可以吃喝 但是你当纪念造你的主 And in the scripture it says 你会随时准备 我们审判的神要来这个地上 来跟我们算账 来跟我们算账 You have to prepare all times before our Creator is coming to get an accounting from us 然后你这里看到 这里有一个形态 取跟价 多少次 One only one 但是这里讲说 那个日子只是 又取又价 So here it says in marriage two times 那个时代 他们对婚姻呢 已经非常的平 就是离婚、叠婚已经很平常了 So at that time getting married and getting divorced and marry the gay is very very normal 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在看娱乐新闻 Do you see the what? the amusement? 光丰已经多少个了? 取了多少次 离了多少次 他说第五个已经准备好了 So there's someone married many times The fifth one is on the way 有一些人 这不关你们事 You may say W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是 当你在沉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忘记 审判的主已经到了门口 有一个大题目我没有讲 今天没有时间 我给你们看一下大标题 然后神许可我下一次再讲 So let me show it to you If God is winning Go back 要什么? That is to wait OK 好 求神连连我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 May God be merciful to us Let's sing the hymn 我们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要警醒祷告 So as we wait We have to repose 请起立 请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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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我实力正好圈 既切列阵阶调落 朕许不悲图境犯 尽心高高 神赐君专道转善 昼夜坚守不惊慌 敌人埋伏因地方 尽心的光 神徒奔战胜和我 留下榜样起立我 真正中高座伴处 尽心道高 留心倾听主声言 爱尽真道过世间 将主教寻藏心结 尽心道高 大家请过 感谢主感谢牧师